嗨 大家好 我是熊媽 今天我們來到第三集 我們要開始織袖口 然後把領口的部分一起合併 分成左肩和右肩來編織 從這邊開始呢 我們是織袖口這邊 因為這件的短上衣 它是袖子是連袖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袖子怎麼織 所以我們一開始這邊加 然後呢 連加針的左右下上的兩段之外 我們就是再織兩段 那我們就一共要連續織兩次 這條線呢 是我們織口的位置 也是斜邊的縫紙點 用記號勾勾好 四層裡面我們加一針的兩次 我們已經把它織完了 接下來我們六段加一針 我們上下針課加完之後 再往上織四段 然後四段加一針的兩次 織完這個六段加一針 四段加一針 我們再重複一次 織一次這個 六段加一針 四段加一針的兩次 好我這邊呢 我已經織好了 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我特別用這個大的記號勾 就是這邊是六段加一次 四段我們加了兩次 在這邊我們又重複一次 六段加一針 然後四段加一針的兩次 織到這裡呢 我們就會到這個地方 那這邊呢 我這邊加了一針之後 我先織兩段之後 我停下來 我這邊這一條線 剛好碰到這個領口 那我要把這個 我們所有的這個編織的針數 好從一百二十一針 一直加這樣斜邊的所有的針數呢 我要把它分成 我們的左肩左領口的部分 還有中間流控 分成兩個部分 那一開始呢 那一開始呢 我從這裡到這邊 我一共是四十八針 加上我們這個 這個領口的部分呢 十五針 一共是有 多少 六十三段 那這半針呢 也改成 用四本 兩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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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筒是尖的 那可以加擋頭固定 那這邊就分成 六十三段 包含到這邊 那中間這個領口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邊是摺霜 一共是要留23針 那這個23針的部分呢 我把它併在另外一支磅針上 那在這邊我還是做了一個記號 到時候我們這邊要做一個銀反 把它收針收掉 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63針 這邊是23針 這邊是63針 先把它分成兩個磅針 我們從這邊織過來 那我這邊的話要收4針 然後再收2針 織這一段呢 我從這邊已經織過來了 織過來呢 我從這個反過來的這個上針 那我要開始收4針 那4針要怎麼收呢 我們的這個上針呢 第一針我們不織 滑過去就好了 那第二針呢 我們直接織上針 然後呢把這個第一針直接 蓋過去 這樣子把它蓋過去 然後第二針呢 我們這樣子已經收掉一針對不對 然後第二針再織 然後又蓋一針 然後又蓋一針 兩針了 然後第三針 把它蓋過去 然後再第四針 好我們收到這邊呢 這個四針呢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一二三四針 那我們直接把它這樣子織過去 再織回來 織回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 要收兩針 那第一針呢 我們是一樣 就是不織 然後第二針一樣是織 然後再把它掛上去 那我們再織一針 然後把它掛上去 然後這樣子我們就有兩針 這樣子 一二 這樣看的比較明顯 然後呢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話 再織回去一樣 織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要稍提一下 織到這個尾巴這邊 那我們翻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領口 織口的部分 那織口呢 因為我有做記號勾 一二三四五六 那我們可以這樣算 我們從這邊 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那六段 因為這邊是我畫了一條線 是要跟這邊平衡 可是實際我們做這邊的話 是六段收 加一針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 那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四段 那我們在這邊一開始呢 我們就要再加一針 然後往上支 一共是連加針的部分是四段 那從這邊呢 我們一開始的地方對過來 那我們這邊又是收兩針 好兩針我們就變三針了 那我們現在呢 從這邊慢慢的織過去 織過來 那一樣呢 我們要再剪兩針 那一樣是第一針不織 然後 第二針織 我們剪完兩針之後 又再織回去 織回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又要看 袖口的部分 袖口我們剛剛在這邊加一針 那這裡不加不剪 我們直接織過去 下一個我們是要剪一針 我這邊說一下 那這邊的話 我是因為 都是在板面這邊 做剪 上針這邊做剪針 所以我一針的話 我也一樣在這邊剪 那一針一樣是 一針不織 然後一針織 然後一樣是把它織過去 我們剪完一針之後 我織回來 最後的一次的這個繡口 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在四段裡面 我們要加一針 第二針這樣子 又多了一針了 織過去 剪兩次的一針 那剛好噴到這個四針 那我們就是 待會我們做兩次的剪一針之後 我們再來看接下來的 我們先有三針 我們下一個 一針 就有三針 那麼簡單